今天的主題是教大家認識選購記憶卡 很多人都覺得說記憶卡就直接買了就好 那幹嘛還要認識跟選購呢 那我個人是覺得記憶卡 說實在話的記憶卡真的不貴 便宜的一三兩三百貴的話 兩三萬都有 可是呢 我覺得錢要花在刀口上面而不應該 覺得說就直接買下去就對了 那我自己是我自己當然知道所以說我會以我自己的需求去買 適合的記憶卡 那但是呢很多人在買記憶卡的時候他實際上 他並不懂得怎麼去選購記憶卡 因為他對記憶卡不夠認識 那怎樣叫做認識記憶卡 很多人就想說 記憶卡只要能夠插進去 插隊就好了嘛 對不對 在考慮自己要買多大容量 32GB、64GB、128GB或256GB 大部分人再看 了不起再看一下速度 可是 重點就是在那速度 速度是真的是 真的是那個速度嗎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來 今天直播會有分兩個角度 今天直播會有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會先介紹一下是現在 我們市面上比較主流買得到的記憶卡 我是說主流 然後買得到的記憶卡 然後接下來會介紹一個比較新規格的卡 就是現在 新的主機都會搭配的 CF Express卡 那個卡跟我們的SD卡 差別在哪裡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嗎 聽說很好 但是也很貴 但是我們需要嗎 但是呢 他一定有他的好處 但是他的好處 我們需要嗎 我會介紹這一點 然後呢 第二部分 是來跟大家介紹 實拍 實拍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做上準備了7張記憶卡 然後7張記憶卡 我會用直接實拍的方式 告訴大家 這些記憶卡 到底 對你來說 有沒有實際上的 差別 因為不是每一張記憶卡都適合每一個 然後 某些人的主題 他便宜的兩三百元的記憶卡 他就夠用 有些人 但是有些人 他需要用到兩三千塊錢的記憶卡 有些人可能要用到兩三萬元的記憶卡 但是 哪些記憶卡適合哪一些人用 跟記憶卡的 什麼東西對 什麼樣的攝影主題 有很直接的關係 而那個關係在哪裡 是我們第二部分 實拍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光看數字 我覺得光看數字 數字是一回事 然後數字又區分 官方宣稱的數字 跟實際測試的數字 又不一樣 然後這些數字 在我們實拍上又有什麼差別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今天會分的兩部分 第一部分會先介紹記憶卡 大概的介紹就好 因為真的要講深的話 還是有很多可以講 第二個部分叫做實拍 今天會分兩個部分 不過在往下開始講之前我想問一下大家 今天的畫面你們有沒有覺得比上禮拜還要好 我先問一下大家 是不是高清 負HD 有比上禮拜好嗎 有 是上禮拜不正 上禮拜不正常 清楚很多嗎 有有 版書還不知道什麼叫做版書 因為我有考慮之後的直播換成Google YouTube直播啦 可是 上次臉書看不清楚吧 不是版書啦 上次是版書看不清楚 你是指那個 這個同影片的部分對不對 對嘛OK 那今天又比較清楚嗎 我用字比較小的 我不放大 大家字還看得清楚嗎 上次是同影片不清楚 那今天有清楚嗎 我即便字不放大 字字 字大家看得清楚嗎 現在都清楚嗎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就上禮拜有問題呀 不不沒關係啊我還是可以放大 我還是可以放大不用擔心 OK好那我們就來開始 今天的直播 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直播 今天直播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先來介紹 現在我們市面上主流 買得到的記憶卡 然後呢這些記憶卡 我們要怎麼去看 怎麼去選購 他們大概是有什麼樣的差別 第二部分會透過實拍的方式 什麼叫做實拍 就是我手邊已經有 有一台已經連上線的 EOS R5 然後呢我們為什麼選擇 R5是有理由 然後我會告訴大家 你買200多塊錢的記憶卡 跟你買 20000多塊錢的記憶卡 對你來說 有沒有差別 如果有差別 你可以考慮買 20000多元的記憶卡 如果對你來說沒有差別 那你買200多塊錢的記憶卡 對你來說也是OK的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20000多塊錢的記憶卡 也不是每個人都不需要200多塊錢的記憶卡 因為我現在才發現 下次我要買記憶卡的時候 我大概會買兩三百塊錢就好 我不會買太多 下次我要買記憶卡的話 因為我發現 想不到有一張記憶卡竟然跌到這麼便宜 我沒有發現 它跌到這麼便宜 OK 好我們就進入到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就先切換到我們的講義的部分 我為了今天的直播 我還做了一份講義 真的是 真的是也蠻累的 好 來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從今天的講義 好 今天的今天的課程 不是 今天的直播 是講 基本記憶卡的認識 什麼叫做基本的記憶卡 記憶卡的認識 因為記憶卡真的要講得很深的話 其實有很多 很小的細節都可以去談 但是呢 今天我們就講的大方向 這個大方向 幫助你 在選購記憶卡的時候 懂得怎麼去買 而不是隨便 覺得說 300塊跟500塊的沒差 沒差多少就買500元 或是500元跟900元 也沒差到 不能接受 那就買900元 可是900元跟9000元的記憶卡 有沒有差 一定有差 可是 我需要用得到9000元的記憶卡嗎 還是我用900塊錢的記憶卡 就好 這就是今天 我們要來跟大家來介紹的 SDXC 什麼意思 然後 UHSI 什麼意思 CF Express Type ABC 這些東西都是對有些人來講 已經是姓名詞 對於有些人來講 已經是很熟悉的東西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不同規格的記憶卡的認識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們會透過實拍 透過實拍 好 那我們就來看到下一頁 我們現在主流買得到的記憶卡 我是說現在主流 我是指主流 不是說全部 是說 第一個我們先看 SDXC SDXC是現在我們買得到的記憶卡 都叫做SDXC 都是支援高速度以及高容量 OK 只是呢 我們重點是放在後面的 UHSI Ultra High Speed 高速度傳輸 這是I 不是E 很多人會寫數字E 有一個I就代表它其實就是E的意思 然後有寫卡是Ultra 2 什麼是Ultra 2呢 待會我們也會講一下 以及現在 比較新 這兩三年 推出來的相機 都會有個叫做 CF Express CF Express CF Express 不要問他為什麼 人家就是這麼命名 跟SDXC你可以想像成 他只是規格名稱而已 不用太擔心 他就叫 CF Express 他有分Type A 以及 Type B 那 今天的卡片我只有 CF Express Type A 我手上沒有Y 其他的我都有 所以說呢 今天沒有辦法為大家親自測試這張卡 因為 買下去的話 為了一個直播 買一張卡 有點不划算 一張卡也要 一兩萬塊錢 所以說我手上沒有這張卡 其他的每一張卡我都有 所以說呢我們就先來看 第一個 最主流的記憶卡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卡 卡身上面寫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看 卡本身上面寫什麼東西 稍等我一下喔 我直接 解個圖 來給大家說明一下 來 這個記憶卡的解讀 記憶卡的解讀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數字 真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Sandisk 是我們很常見的Sandisk 就是 就是他的品牌 這個叫做品牌 這個叫做品牌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 Extreme Pro Extreme Pro 他叫做這張 這Sandisk的 等級 所以說 為什麼我會拿Sandisk 做舉例呢 因為Sandisk卡 其實他標示的 我覺得算是 各 各個廠牌裡面算是標示的比較清楚的 Sandisk的他有幾個等級 就是 Ultra Sandisk Sandisk 他的等級有分 Ultra 跟 Extreme 跟 Extreme Pro 他就分這三種等級 所以說 我就還蠻喜歡拿Sandisk做舉例 他的等級就是三個 所以說你這邊會看到他是Extreme Pro 代表說他是最高等級 他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仔細就要來看 他這邊的170Mb 這個是b 大的b 然後這是m 他是170Mb 然後旁邊這個S又是什麼意思 這個S是second 每秒鐘的意思 他的170Mb 又是什麼意思呢 然後SDXC我們都知道是SD記憶卡的規格的名稱 這邊又寫了V30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邊又有個I 這邊又寫個U3 這邊又寫個C10 這邊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分別來講一下 分別來講一下 先從投影片來看一下 我們邊從投影片 邊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怎麼去解讀這些東西 首先呢 UHSI 他是版本是目前的 只要 只要是UHSI SD其實有很多版本 現在已經到6.0 7.0 但是呢 目前我們 UHSI的話 他是 SD的版本是3.0 然後在2010年第2季所發表 叫Ultra Speed I 他最快速度 我們講最快速度 這個速度我們這輩子基本上不大會看到 因為這邊的最快速度通常都是指理想值 在他的規格 在某些實驗室 某些設定下 他可以達到 每秒104Mbps的速度 這個速度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把整個一起加下來 抓下來給大家看 他這邊的速度 是指寫入 是指寫入 所以說呢 在看一張記憶卡的時候呢 再看一張記憶卡 我們在看一張記憶卡的時候 撒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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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看一張記憶卡的時候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要看兩個速度 我們要看兩個速度 一個叫做 讀出 一個是讀出的速度 另外一個叫做 寫入 寫入的速度 再看一張記憶卡的速度 各位大家如果你們在買記憶卡的時候呢 除了容量我不用交以外 我們永遠都是著重在速度 所以說呢 這邊講的 這邊講的 最快速度 104Mbps 這邊是講的是寫入速度 是理想上的寫入速度 但是 實際上有辦法到理想上寫入速度嗎 基本上 我試過我手邊那麼多記憶卡 我還沒有看過104Mbps 我最多接近90幾Mbps 我還沒有看到10多Mbps 這是理想值 OK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在看一張記憶卡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看 重要的是看 他的讀取速度 跟他的寫入速度 但是 實際上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最重要 要留意的是 寫入速度 這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但是寫入速度 除了在官網上面看 甚至有些官網還不給你看 所以說呢 我們就先來這張卡來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Sandisk不講 Extreme Pro 剛剛講過了 Extreme Pro Extreme Pro 是Sandisk的等級 最高等級 這邊的170Mbps 這個叫做 讀 這個叫做讀取速度 不叫寫入速度 不叫寫入速度 讀取速度 OK 然後呢 接下來的重點是在這邊 SD插心 是它本身是SD規格 的記憶卡沒有問題 然後這邊有一個i 這邊的i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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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這個i 這個i的意思是 u h s i的意思 u hs i 就是ultra 1的意思 如果你這邊是看到 兩個i的話 它就是ultra2 所以說我們先看這個i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大家看懂 OK 好 接下來 一個規格我就用一個 顏色來寫 一個規格我們就用一個顏色來寫 C 是什麼意思 代表說 它的寫入速度 速度 而且是指拍照 是指拍照 是 C10的意思是 每秒鐘 10 Mb 以上 這個C10是指照片 拍照的等級 拍照寫入的等級 是每秒鐘 10Mb 以上 所以說它這邊是C10 但是 10Mb 是剛好10Mb 還是比10Mb 多多少 這個不知道 因為C10的意思 是只能告訴你 最低 至少有10Mb的寫入速度 這個C10是這個意思 接下來 要講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字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樣 但是又不完全一樣 我們先講U3 U3是什麼意思 U3是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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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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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30Mb 每秒 U3 以上 這邊要加個以上 至少 每秒鐘30Mb 以上 叫做U3 如果它裡面是1的話 是代表 它每秒有10Mb的寫入速度 如果裡面是3的話 代表說 它在錄影的情況下 它能提供 至少 每秒 30Mb 以上 的寫入速度 但是30Mb 多多少 30還是40還是50 它只標到3而已 但是呢 他們在制定這個規格的時候 就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說 它沒有 它沒有遠見嗎 我覺得也不是沒有什麼遠見 所以說呢 因為有些 高 高規格的錄影 4K錄影 4K120P 或者是422取樣 或者是10bit 甚至12bit的4K 你30Mb 要錄是4K影片就不夠了 所以說呢 為了要讓錄影的人 知道這張卡 他們能夠錄到多少規格 於是呢 我們就要再看最後一個數字 V30 V30的意思是告訴你 它每秒鐘可以提供30Mb 以上的速度 那你會想說 等一下 那你這樣講 你這個V30跟這個U3 都是在講錄影嘛 對不對 沒有錯 但是 U3是代表這張卡 每秒鐘 至少30Mb 以上 但是 以上是多少 不知道 他沒跟你講 除非你去官方網站去找 或者是你親自用軟體去測 剛好這張卡 這邊是U3 這邊是V30 所以說你說 他們他這樣子的標示告訴你說 以錄影的規格來講 V30跟U3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是一樣 都是每秒30Mb 以上的 寫入速度 但是 我是說 但是 有些卡會是這樣子寫 他會跟你講 他會跟你講 U3 他會跟你講是V60 這就有趣了 V3跟 V60 U3跟V60 是什麼意思呢 U3還是保證 每秒鐘 30Mb 以上的寫入速度 沒有問題 只是30以上是多少 他沒有講 但是他保證你在錄影的時候 可以達到 60Mb 所以說 那你會 也許你會想說 那 那為什麼這邊不改成 U6 就好了嗎 這樣不是 不要再製造 那麼多規格嗎 這個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說 當初這邊的時候 訂製這規格的時候 他這邊只到3 就只到3而已 所以說但是呢 現在有很多錄影 30Mb已經不夠了 他要 高 至少要60Mb 甚至有些還要到600Mb 都有 都會有 所以說呢 我們就先從這一張卡 你觀看 這幾個數字 我們就知道說 哇這張卡標示得很清楚 但是為什麼這邊是賭 為什麼這個是賭 為什麼這邊是賭 而不是寫 你憑什麼認定 因為你記憶卡你買多了 你測的多 你記憶卡買的越多 測試的越多 你就會知道 很少記憶卡 應該修正 在SDXC裡面 幾乎沒有超過 170Mb 寫入速度 除非 某些卡 後面我們會講 所以說呢 我們光從這個地方 光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以這張卡 因為這張卡 上面可以看到資訊太多了 我們就先從這張卡開始講 講完以後我後面就不講了 OK 好我們再繼續 好我們再繼續 然後呢 既然有UHSI 有1代 就會有2代 它的版本是4.0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版本是4.0 版本是4.0 發佈時間是2011年第1季 說起來也11年前 也很久了 它版本是SDXC版本是4.0 所以說它的匯流牌 是 Ultra Speed Ultra High Speed 2 是2 所以說它最快的 寫入速度可以到312MB 那所以說你在看這一張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樣 為什麼我很喜歡拿Sendix做舉例 因為它標示的算是蠻清楚的 這個300 一定是 讀取速度 而 這邊的SDXC 我們講過了 對不對 你看U3 我們也講過了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邊 它這邊是2 前一張是什麼 是I 是1 這邊是1 Ultra Speed 2的話 它這邊就會是2 同樣的C10過來這裡 可是呢 這一張卡 並沒有標示 它是V30也好 還是V60也好 這就是很討厭的地方 這就是有點像是 這個記憶卡貼紙上面 應該理當要把所有規格都應該要告訴你清楚 可是呢 它這個 一樣的版面 它這邊就可以放得下 V30這個數字 它這一張卡這邊就不放 不放是V多少 這個時候你就很難去確定 但是呢 至少 Ultra Speed 2 它有一定的水準 至少都超過100多Mb 100-200Mb以上 所以說呢 它 這邊的V 它不放 它至少寫個V90 有V90 有些卡這邊會寫V多少 因為Ultra Speed 2 你看 它的最快速度 312Mb 寫入 就算打個8折 7折 6折 5折好了 都超過150Mb 所以說呢 這邊的V 前面這個V有沒有 V30 要寫 有沒有V V30接下來就是V60 最高做到V90 就沒有V 110 120 130 所以說呢 到了Ultra Speed 2 這邊就不見得會標 V90 它的意思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標了好像意義也不重要 因為它隨隨背面都能跑上 寫入速度一兩百Mb以上 OK 所以說這是我們主流現在可以買得到的 Ultra 1 跟Ultra 2 兩張記憶卡最大的差別 那接下來我們要稍微快速的帶過 介紹一下 新的卡叫做新一代的記憶卡 不叫做SD記憶卡 新的記憶卡已經不叫做SD記憶卡 新的記憶卡叫做 CF Express CF Express 然後呢 後面再帶個 Type Type就是形式 Type A 也就是說呢 CF Express 這種規格的卡 它有分 跟A跟B跟C 然後你們目前看得到了 這一張卡長這個樣子 它叫做Type A 所以說呢我們在 我們在放大來看 這個數字 蠻有趣的喔 好像又是新的東西囉 好來 我們再把這個東西 再攤開來給大家 再特別的來 特別的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它裡面的數字 好來 首先呢 這張卡是Sony 這個不解釋 沒什麼好解釋 就是Sony出的 TUF 是Sony的等級 這張卡的等級 就是 很厲害 防水啦 防S光啦 比較堅固 比較耐用 它用TUF 很堅硬的意思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它裡面有哪些東西要看 A 首先我們會看到 LOGO 有沒有 前面 前面的不是叫做SDXC嗎 對不對 它自動卡不是SD卡 它的叫做CF Express 然後呢這邊有個 有個0型 這邊 再寫個A 代表說 它是CFExpress Type A A型就對了 就跟寫形一樣 有A型 B型 C A B型的意思 它是A型 160G容量 不解釋了 就是容量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下面的這個東西 A 這個告訴你說 800Mb 這邊有個 寫個R 代表說 它有800Mb的 讀取速度 然後呢 這邊呢 有個W 叫做700Mb的 寫錄速度 所以這個叫做 Read READ 這個叫做Write 叫做寫的意思 所以說 真正我們在使用相機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看READ的高好 還是看Write的高好 餘率都是看Write 因為寫錄速度才會影響到你實際上使用相機 的體驗 這個待會兒我們都會看得到 你會發現差的非常多 但是呢 它多了一個圖案 誒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就有趣了 他告訴你 我們用綠色的 這個的意思告訴你說 這兩個數字我們要拿出來看 這個是700Mb 這邊又是400Mb 誒 你們不覺得這個圖案很像是 拍電影的那個打板嘛 有沒有 他的意思是告訴你 這一張卡可以提供你 至少400Mb 錄影時候的 寫錄速度 是穩定400Mb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喔 那你這邊不是標700嗎 你這邊不是標700嗎 那你怎麼這邊好像 有點 偷工減料 有點縮水的感覺 沒有錯 這就是你 大家要買記憶卡 要很重視的地方 因為一張CFA卡 這張卡我們來看一下多少錢 等一下我沒有插到電 大家等我一下下喔 大家等我一下下 我沒有插到電 我的筆電沒有插到電源線 大家等我一下下 我的筆電沒有插到電源線 快沒電 好有啦 有啦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張卡要多少錢 我們去Sony官方網站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卡要多少錢 來 我這邊是160G 我們就選了160G 他這邊有 80G 512G 256G 我們選160G 來 你有沒有看到 多少錢 一萬一千五百塊錢 一萬一千五百塊錢 你沒有看錯 一張記憶卡就接近一台主機或一顆鏡頭的錢 一萬一千五百塊錢 我一定要寫下來 一萬一千五百塊錢 我一定要寫這數字 因為後面數字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說你會發現說很奇怪 我們這些全部都差掉 我們就比較這個400 跟700 是什麼意思 這個700你可以說是他是最大值 他是最大值 然後這個叫做 持續值 持續 值 用一個 簡單的比喻的方法就是 這個MAX就是說 比如說跑不好了 你可以用全力衝刺 你可以衝幾公尺 全力喔 你可以衝700公尺 接下來你會開始沒有 就沒有那麼大的爆發力 但是你 就是說 700公尺就是說 你可以維持700 一分鐘跑700公尺 一分鐘跑700公尺速度 你可以維最大 最大你可以 一分鐘維持700公尺 可能超過一分鐘以後 你的跑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變成一分鐘只能跑400公尺 一分鐘跑400公尺 也是蠻厲害的啊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叫做持續值 這個叫做最大值 中間落差了300MB OK 他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至少他寫的還算蠻誠實的 他寫得很清楚 他告訴你說 如果說你今天你要錄影的話 特別是錄影的朋友 你們有 錄影 如果你用4K 高馬率 高採樣 高取樣那些 規格的話 他這個 圖案 告訴你 至少我給你400MB 穩定的 寫錄速度 400MB以上 的穩定速度 但是400MB以上是多少 他沒有明講 至少我告訴你 不會低於400 所以說呢 接下來就會有一個麻煩喔 像那個 A1 Sony A1 他在8K RAW 422取樣 他既然馬率高達了 525MB 你沒有聽錯 一秒鐘 產生500多MB的資料量 一秒鐘喔 不是一分鐘 是一秒鐘 他520幾MB 8K RAW 10bit 422 的RAW檔 一秒鐘 525MB就沒有了 那你說我700MB沒有問題嗎 對 沒有問題 可是你可以維持700MB 這樣子寫錄速度 一路維持下去嗎 不一定喔 所以說 這邊的規格 為什麼 這個圖案很重要 因為他會告訴你 這一張卡 最少持續 400MB 至少 所以說我們來看 Sony 7張卡呢 7張卡 7張卡他都沒有講囉 至少CFA卡 他這邊他都有跟你講 這個地方 即便是80GB 他也是給你400MB的寫錄 他這兩張卡只是容量的差別而已 OK 這個是 我們講的 CFE卡 這就是我們這邊講的 CFE卡 不對 對 這就是我們講的 CFE卡 2.0 他是在2019年第1季發表的 他的匯流牌是PCIE3.0 乘以一個通道 我待會會解釋什麼叫做通道 然後最快的寫錄速度是 985MB 這個速度 這個速度 寫錄速度 最快能夠到這個速度 但是我們有辦法看得到這個速度嗎 我們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能夠看到900MB 我覺得就已經算是不錯了 OK 這是 CFE Type A CFE Express Type A的卡 然後呢我們特別解釋一下裡面這個數字 這樣子大家就看懂 那CFE Express他除了A以外他還有Type B 來我們來看 CFE Express 他是Type B 就跟寫形一樣有A型就會有B型 然後呢 CFE Type B的話 他這邊就有講 這張卡的話 他上面的卡上面的標示 就沒有像剛剛Sony他標示的這麼 這麼的清楚 所以說 這一張卡的話呢 他的發佈日期 這個Type B的卡 發佈日期 反而比Type A來得早 你看Type A的話 是2019年第1季 發佈的規格 Type B 照理想上Type B應該是比較晚才對呀 不是 其實Type B 其實是2017年第2季所發表的規格 他叫做CFE Express 他是1.0 所以說你們有沒有發現有點怪怪的 沒有錯 這就是 有點怪怪的地方 來我們把這個 勾下來 然後再把這個 勾下來 我們兩個來一起來比較一下 負貼上 貼上 好來我們兩個我們兩個來一起來比較一下 放大 好來我們兩個來一起來比較一下 CF Express CF CF Express 这是1.0 1.0的速度都比较慢 然后呢 CF它是CF2.0 速度会比较快 跟版本一样 像SD版本也是有分 4.0 5.0或3.0 所以说呢 一开始先推出 CFB 然后呢 到了2019年 它才出了CF Express 2.0的版本 到了2019年 才出到2.0的版本 在2019年的时候 同时推出 A跟C 所以说它的ABC 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好说 我CF Express一开始就出ABC 不是的 一开始先出 CF Express Type B 到了2019年的时候 才出CF Express Type A 跟C 因为B已经有了嘛 所以说它有A 就也会有C 所以说因为是2019年 隔了两年 速度会更快了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是 CF Express 2.0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说 为什么这边速度可以这么快啊 哇塞 7.88G 这个才985Mbps 这个会不会差太多了啊 这个概念上我们就要看留一个重点 PCIe 3.0乘以2 这个是乘以1 我们就要看这个东西了 这个PCIe你就想象成 这个就好像是一条高柱公路 车子在上面开 一次就有一条路 但是这个路很宽 所以车子可以一次只能一台车 然后呢 这一个呢 这一个呢 它是两条 它是两条路 哦不对哦 它是两条路 而且每一条路都比它还要宽 它可以一式允许两台车 一式允许两台车 OK 所以说 以这样子 以这样子角度去想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哦为什么CF Express Type B 这是Type B哦 这个是B 这是A 为什么它是2017年推出的 听起来规格应该是比较旧才对 因为它是CF Express Type 1.0 1.0应该要比较慢才对啊 为什么它最高速度可以到7.88GB 而且是写入速度 那是因为 它是双通道 它是单通道 你看光这个就差了非常非常多 光这个就差了很多 至少是这一张卡啦 至少是这一张卡 因为 CF Express它的理想值 它的理想值 它可以到达更高 只是Sony的这一张卡 它最高只支援到 985MB的写入速度 是它这一张卡 所以说呢 我们后面再往下 这样子就会知道说 CF Express 我们现在主流的卡 SDXC Ultra 1 我们先了解Ultra 1 再了解 再看一下 直接播放了 我们就了解了主流现在我们买得到的记忆卡 如果你是SD卡的话 你只要注意你是买Ultra 1 还是买Ultra 2 它的速度就差很多 然后呢 现在又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CF Express Type A 它是2019年 其实也是就是两年前 第一季推出 它最后规格是 CF Express 2.0 汇流牌是PC 这一张卡 它是PCIe 3.0 乘以一个通道 它只能跑一个通道 因为硬体接点的关系 它一次只能跑一个通道 但是以Sony这一张卡 它官方的说法 最快只能到985MB的读取速度 我刚才讲读取速度 OK 最快最快 然后呢 但是Type B的话就会不一样 Type B的话 它虽然推出年代 是比较慢的 比较早的 可是呢 它的CF Express 是使用1.0 它的汇流牌是3.0 它是有两个车道 最快速度来到7.88G 算8G好了 它的速度算是非常快 这个也是读取速度 这个也是读取速度 OK 所以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SD 重新来带大家看SD 它是记忆卡认识 你该认识的记忆卡 所以说我帮大家挑出了4张记忆卡 4张我手中的记忆卡 分别是 最便宜的Sendisk Ultra 这是最便宜的 还有它一个叫做Ultra 你看 这个是100MB 这个100MB 这个100MB标出来的速度 通常都是读取速度 这样子在卖项会比较好卖一点 最高读取到100MB 还是稍微高一点点的 120MB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边是 这边有个I 然后这边是C10 然后呢 但是呢 这边有个I 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它会写个U1 这边没有U 代表说它并不是Ultra Speed 它并没有 所以说它这边叫做SDXC 相容于Ultra 1 但是呢 这边有写个U1 这边没有写U1 代表说 它在录影上 不敢保证 每秒可以提供10MB以上的速度 所以说如果你考虑录影的同学的话 如果你要录至少是录Full HD 全那个Full HD的等级的话 你至少要选到U1 所以说为什么它会比较贵的 会比较贵一点点 然后呢 以Sendisk来讲的话 Ultra 在上个等级就叫做Extreme 叫极致的意思 你看 它读取速度就叫做150MB 凡是标出来的都是读取 这样子卖起来比较好看 你看这边我们刚刚也教过了 SDX7是SD记忆卡的规格 然后呢 V30跟这边的U3很巧的是 都能提供在录影的时候 稳定的30MB以上的录影速度 录4K的话 比较要 应该是说至少要选择U3 然后呢 C10的意思是 在拍照的规格上 提供你每秒10MB以上的写入速度 OK 然后呢 Sendisk更高一规的话 就叫做SendiskExtreme Pro 你看 黑底白字 黑底金字 就是比较厉害的意思 300MB读取速度 而且你不要忘记 这边是2 它是Ultra 2 你看这边就写U3 为什么这边就没有写V呢 因为Ultra 2 随随便便都可以超过 那个一两百两三百的写入速度 所以说这边没有写V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解释 所以说这43卡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呢 我有给大家实际的比较测 给大家测过 我把这个面板关掉一下 这样大家看 诶错了 等一下 我把这面板关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诶 这个 它写100MB 是读取100MB 它在官方网站上 它并没有告诉你 它写入是多少 我这个资料 我底下这个资料 是它官方网站上提供的速度 的资料 记得是官方网站上的速度 所以说呢 你看 比较低阶的卡 Ultra卡 它不敢跟你讲 它写入速度是多少 写的不好看 它官方网站上就没有讲 它只告诉你说 读取的时候可以到100MB 读取的时候可以到100MB 那你也许 那这边 我稍微就回到 回到我这边一下 那或许就有人说 那 什么时候又要读取 什么时候 我们会比较在意 读取速度 其实 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们不是太在意 读取速度的迫快 大部分的情况下 因为 什么时候又要读取 当你的记忆卡拍完后 要移动或copy 复制一份到电脑 也就是说 从卡片 读取到电脑的速度 读取速度越快 你的档案班的速度 也会越快 可是呢 这个跟我们的相机拍摄上 并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选购记忆卡的时候 我们比较会看写入速度 因为写入速度的差别 200元的记忆卡 大概跟2000元的记忆卡 跟1万元的记忆卡 待会在写入速度上的落差 我们待会实拍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差别在哪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比较不在意读取速度 我们很在意写入速度 然后呢 厂商在低接卡 至少Sendis的这间公司 我觉得 他已经算是 在产品等级标识上 已经算是清楚 可是呢 终究是希望 让他们的东西好卖 他们在低接卡 写入速度上 并没有 特别的去跟你讲 他写入速度是多少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知道呢 我们后面会来讲 好来我们继续 好来 到了这张卡 Extreme卡 算是高级卡了 这个100MB 我刚刚说过 标出来的都叫做毒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叫做毒 对不对 标出来的都叫做毒 这边标出来的东西都叫做毒 所以你看没有 官方都跟你讲毒是100MB 血是多少 60MB 所以说你再看一下这个地方 他这边的U3 我刚刚说过U3是什么意思 Ultra 1 然后是30MB以上的写入速度 他只是告诉你说U3至少是每秒钟30 跟V30是你可以解释成一样 V是video的意思 至少他告诉你说至少这张卡 是有30MB以上的写入速度 但是以上到多少 他没有讲到多少 在官方网站他有跟你讲说 可以到60MB 所以说U3跟V30在这个例子上面 还蛮刚好的 如果这边标是V60的话 他的写入速度一定会超过60MB 只是这个例子比较巧 是U3加V30 但是呢官方网站说 写入可以到60哦 那你或许会想说 那你这边就标是V60就好了嘛 所以我都为什么不标V60呢 因为这个叫做理想值 不叫实际值 这个叫理想值 不叫做实际值 OK 那Sendisk最极致的卡 叫Extreme Pro 加了Pro三个字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300MB标出来的一定都是读 读取速度 只是你看到它是U2卡 对不对 它的读是300MB 写到260MB S 你没有发现这边是60 这边整整多了200MB 整整翻了两三倍以上 对不对 所以说呢就牵涉到说 从这张卡是U1 UHS1 这个是UHS2 它是双通道的记忆卡 所以说呢它的读 不但是读取 读的速度增加三倍 写的速度也增加成为原来的四倍 所以说各位 在这个SD卡 对你们在座各位 反而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 我们9x9的相机都是在买 要嘛Ultra 1 Ultra 1要嘛就U3 不嘛就U1 是不是连U1都不考虑 所以说呢 如果你都没有在录影的话 同学 如果你都没有在录影的话 我会建议你们买这张卡就好 后面我会有实测数据给大家看 如果你都没有录影 你只是拍照的话 你买这种最低阶的卡 Ultra卡就好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差非常多 但你有在录影的话 你就要特别留意 是U1 U1是Full HD 然后呢 U3是给4K录影 可是这边也是写U3 只是这边的U3 跟这边的U3是相同的意思 我觉得它已经 这边在标示U3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因为 它是260Mbps写入速度 你在U多少 基本上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一页 才是大家比较要去 特别要留意的 你在买记忆卡的时候 要码你就买U1 不码你就买U3 很少人 会买到Ultra 2 很少人 因为它很贵 基本上买这一张卡 就可以买它三四张以上 不只喔 大概可以买到五张 五张六张左右 OK 但是这两这张卡在外观上也很好分别 你看 它是UHS1 是单通道 它在读取的接点 只有一排 很好辨识 然后呢 UHS2 它就会有两排 接点 所以说就会很好辨识 所以说你们在买记忆卡的话 以现在九成九的数位相机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人来讲的话 不是买U1 就是买U3 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录影的话 你连U你都不用考虑 你干脆买最便宜的 但是你有在录影的话 你录不到4K 我觉得你就省一点钱 买U1就好 因为FullHD U1就够了 如果你要录4K影片的话 你再用U3 可是呢 什么情况下 要用到Ultra 2呢 后面我们就知道 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用到Ultra 2的卡 OK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CF Express记忆卡的认识 刚刚只是简单的提过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怎么去重新认识这张卡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Express 它的版本的问题 版本的问题 1.0 2.0 现在只到2.0 发布日期 一个是2017年的第二季 一个是2019年的第一季 两个也差了将近快两年了 然后汇流牌最大 它是PCIe 3.0 它是两个通道 它可以只能最大1.0 它最大只能都两条马路就对了 可是在CF Express卡 在2.0 它最多可以支援到8条高速公路 就是说单方向可以8条 这就是PCIe 2.0 它最高可以支援8条高速公路 所以说呢你看 在速度上将近一个最高最大 读取速度 一个叫1.97GB 另外一个叫7.88GB 它的差别就差在这里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1.0跟2.0 先不管它是Type A也好 还是不管Type B 还是Type C 先都不管 我们先看版本就好 2.0它支援到PCIe 3.0的规格 也就是可以一次拥有8条高速公路 8条 然后呢1.0 不管你是A 还是B 还是C 通常不好意思 1.0只有Type B 所以说Type B的话 它就3.0 PCIe 3.0的规格 提供两条高速公路 最高读取速度 1.97B的读取速度 所以说这会造成会让大家会有一点点在阅读上的混乱 那是因为CF Express 1.0 它只出Type B 到了2.0的时候呢 因应不同相机的设计 才出了Type A跟Type C 它的差别在这里 好问题就在这边呢 另外一个变数 来我们先看Type 就跟写型一样 如果是Type A的话 括号小 是它只是指它的体积比较小 这个体积比较中 这个体积比较大 它的尺寸就列在这个地方了 尺寸就列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以实际上的比例上来讲的话 Type A 比SD卡稍小一点点 实际上比例 Type A的卡 比我们SD卡稍微小一点点 Type B的卡 它比我们SD卡稍微大一点点 Type C 光看这个数字 前面都是20mm 38.5mm 这个到54mm 5.4公分 它会比SD卡大很多 就有点接近以前我们的CF卡 所以说目前市面上 我们还没有看到Type C的卡片 我们也看不到 用Type C的机器 所以说我们集中焦点在A跟B 然后呢 因为Type A它本身比较小 即便它是用CF Express Type 2.0 它一次也只能提供一个通道 不好意思 它的体积就是比较小 所以说它一次只能提供一条高速公路 让大家开 但是即便只开一条 但速度还是很快 但是呢 CF Type Express Type B的话 它比较早出 可是呢 即便它的版本是1.0 可是因为它比较大一点点 它就能提供两条高速公路出来 Type C呢 它的体积更大 它可以提供四条高速公路 道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来比较这两张卡就好 我们来比较其中这两张卡 我们先来看Sony的Type A这张卡 这是官方数字 官方给的数字 读取速度最高到800Mbps 写入速度最高到700Mbps VPG就是录影的话 最高满足400Mbps 这是指满足 然后呢 这张卡的话是官方提供的资料 一样一样的意思 最高读取速度 最高可以到1785Mbps 写入速度最高可以到800Mbps 然后呢这边也是到最高 然后呢VPG一样是400Mbps 满足 OK 只是呢这些资料是在卡身上看不出来的 这是在官方网站上面找到的 OK 所以说到这边为止 到这边为止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SD卡怎么看 以及CF Express卡要怎么去解决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说 哦原来SD卡跟CF Express卡 它CF Express卡听起来名字比较长 它只是一个新的记忆卡的规格 而且这两三年新出的主机 都是有这一张卡 或是只用这一张卡 那相信未来的主机 也会慢慢的淘汰掉SD卡 会慢慢的淘汰掉SD卡 而会以CF Express卡为主 OK 好 那接下来第一部分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讲的 实测的部分 实测的部分 透过实测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记忆卡的 我们来看看 透过实测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记忆卡的性能表现 然后呢 测试的条件是这样子 我是使用Canon EOS R5 我用R5来拍 然后拍摄方式 我用电子快门 用电子快门的话 可以达到每秒20fps 连拍的速度 也就是每秒20张的意思 然后资料储存的话 我是RAW加JPG 一组大概是60MB 然后呢 60乘以20 相当于每秒产生1.2GB的资料 这是我一个用CFB卡 能够测试最大的数据量 OK 然后呢 刚刚我 我们找的这几张卡 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是我刚刚 也不是刚刚 我今天下午 实际用在电脑上面用测速软体 测出来的数字 这些数字 是我用电脑 透过读卡基因 来实际测得的数字 所以说你看 这边说读取48MB 是理想值嘛 实际上是45MB 这边没给你讲写入速度是多少 这边我测了是33MB 所以说我才说 这一张卡 如果你今天只是纯粹只是拍照的话 你今天真的只是一般拍照 没有在做连拍的话 基本上买这种便宜的卡就好 因为记忆卡也是会坏的 然后这张卡 诶 有点意外哦 他说读取到90MB 可是我测 可以到93MB 意不意外 还蛮意外的 刚刚我们还还记不记得 官方说他是写入是多少 有谁记得 有谁记得 刚刚官方说 这一张卡写入速度是多少 我们看前面 官方刚刚讲 他可以到60MB 但是实际上测试是多少 没有差太多啦 实际上是54MB 不会差太多 差不多 至少在9折的范围 差不多是9折左右 而这张金斯顿的卡 他上面也是写 他们上面也是讲了 一些数字 我们先不看数字 至少我测出来的数字是 他是每秒94MB 读取 跟这张卡差不多 94MB 可是写入速度 远远多过于这个54MB 因为他88MB 诶 其实这数字也蛮漂亮的哦 那接下来这张卡呢 读取速度94MB 你会发现只要是到U30 U3 不是U30 U3 只要到了U3 有没有 到了U3 基本上读取速度都有到90几MB 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张卡 跟这张卡 大概只差88跟84 4MB而已 其实差不多 接下来是这张卡 这张卡 这张卡记得 这个是Ultra 2 这张卡是Ultra 2 你看 他读取速度可以到225MB每秒 写入到125MB 写入125MB 就比这个快很多了 因为这是双通道嘛 但是呢 还有一个比他更快的 这是莱克莎的 这个是银色 这个是金色 他同样是Ultra 2 你看 这边就写个2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写V60 这边是写V90 有没有 周回有标 然后这边是写V30 所以说我觉得说 这个莱克莎 他在记忆卡标签上面 标示的也算蛮清楚的 然后呢 他读取速度 可以到238MB 写入速度可以到146MB 所以说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试这六张卡片 来 这六张卡片 这六张卡片分别在这边 我们一个一个来测 他们在实际上在拍的时候 差别在哪里 然后我们会测这六张卡片 但是我们要怎么测呢 在测试卡片之前 在测试卡片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 照片是怎么被写进记忆卡 他不是马上拍了 就马上就丢进记忆卡 不是 他中间有经过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我稍微说明一下 照片他不是马上就丢到记忆卡里面 还没有 照片拍完了 这边有月亮 OK 他会先丢进一个叫做 我们俗称叫做缓冲区 缓冲区 也就是常听到的 B U F F E R S 缓冲区 他会先丢入缓冲区 也就是记忆体RAN 讲RAN大家都知道 讲完RAN以后呢 他再写进我们的记忆卡 OK 所以说呢 我们当我们开始连拍的时候呢 记照片会先写入这个地方 就先写入我们的缓冲区 缓冲区再写入我们的记忆卡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边就牵涉到两个写入速度 写入速度A跟写入速度B 在这两个速度上 速度A跟速度B 哪一个会比较快 一定是速度A比较快 因为RAN的记忆卡RAN 他的写入速度一定是远比 远比记忆RAN的速度一定比他快 一定比他快 所以说呢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 照片 他会先 靠 怎么变这样子 包袋 他会先写 等一下 技术问题 他会先写进我们所谓的缓冲G 缓冲记忆体 OK 然后呢 再写入到我们的记忆卡 这边就牵涉到速度A跟速度B 这个速度B 我刚刚已经测 帮大家测出来了 速度B都在下面 所以说这边的写入叫做速度B 可是这个速度A是几Mb我们不会知道 这个速度A我们不会知道 至少我们知道他的流程是这个样子就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 这六张卡片 分别塞进我的EOS R5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把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写进记忆卡里面 所以说我先拿 我们就先从最慢的好了 我们先拿最慢的 我先拿这张卡 这张卡 这张卡 我们先拿这张卡 对焦 我们先拿这张卡 最慢的卡 然后我们先来放进我们的EOS R5里面 好 我们来看相机画面 来 大家跟着我的说明 我们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你们先看左上角 有没有个430 430的意思是这张记忆卡还能拍430张的意思 55是什么意思 55是他可以提供我现在的 我现在的存法是 Raw加JPG Raw加JPG 以这样子连拍的话 可以连拍55张 所以说呢 在做测试之前 我们先做个简单的格式化 这样子的话 比较公平一点 我们先做简单的格式化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大家来 我先示范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连拍几张以后呢 你有没有看到 左边的数字现在是49 50 51 停在51 52 53 54 55 对不对 同时468 正在闪 代表说他正在写入到记忆卡 诶 这样子就算是完全写完了 我们再试一次哦 我再按两秒钟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目前是停留在48 49 50 51 然后呢 继续再写52 53 54 55 对不对 459的数字持续在闪 代表说记忆卡在写 然后呢 到了459就完 他就不闪 代表这个时候 缓冲区的照片 已经全部写入到记忆卡 OK 大家懂意思吗 所以说呢 待会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就是 我们来猜一下 我们在拍完的时候 因为拍完55张以后 他会发生卡住的现象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连拍个几张后 他就会发生一个 我们俗称连拍的卡蛋 就没有办法继续在高速连拍 也就是说呢 他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把所有的照片 全部从缓冲区 写入到记忆卡 所以说 我准备要拍了哦 预备备 开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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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开始大家数 拆看看 他维持 他要把所有的缓冲区 这时候我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来看这个灯一直在闪 对不对 再看这个画面 代表说他正在闪 代表说他的记忆卡正在写入的动作 来 先看这里 他正面持续在闪 再看这个地方 你们看到400正在闪 代表说他正在写入记忆卡 然后现在已经写入到 第27 28 29 30 距离55 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他慢慢写 写到33 34 35 36 37 38 39 卡住我40 41 42 你看又卡住我43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持续在闪 有没有 持续在闪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数字 依然慢慢在攀升上去 50 51 52 53 53 54 55 55 好55了 但412 这个数字 持续在闪 停了 代表他完完全全写完的记忆卡 这张记忆卡写完 所以说大家猜一下 要不要再看一次 但是 如果现在有马表 手中有马表的同学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这张最慢速度的记忆卡 他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全部清光 我拿我的 我拿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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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一下 他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把记忆卡完全清光 我们先预备 当我说开始的时候 你就按下马表的开始 预备 先让他拍 拍拍拍卡住了 开始计时 现在我正在开始计时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右下角 我的手机 这个地方有马表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他完完全全把缓冲区 里面的照片写入记忆卡 他花了多少的时间 好 这个时候我的右下角 我切换到 CM3 好 好来 来 大家看一下 来 我配合右下角的画面 从卡 从卡蛋 也就是缓冲区完全满的时候 我就开始手放开 并且同时按下计时 现在已经跑了一分钟了 你看还没跑完 48 49 50块了 快了 已经跑了一分多钟了 准备了 他已经准备快写完了 你看366还在闪 我等366闪完我再停 停 来 你们有没有看到 1分24秒 1分24秒 也就是说呢 我拍了几十张 大概是拍了100多张照片 他花了1分24秒 才完完全全把缓冲区的照片 给全部都清光 这个是最便宜的这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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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便宜的这张卡 他花了将近70秒的时间 才把缓冲区的记忆卡修正 才把缓冲区的照片给全部清光 这是最便宜的记忆卡 那这张卡我们试完了 我们就放旁边 接下来我们换快 快蛮多的卡 这张卡 跳了一个等级 我们跳换这张 Extreme的卡 刚刚的数字是他每秒可以到54M 一样我们放进来 放到我们的R5 然后来 来看我们R5的画面 同样的为了要公平起见 我们先格式化一次 好来 我这边重设 然后准备 当他卡蛋的时候我就开始按计时 986 预备开始 好 我这边右下角开始计时 右下角开始计时 看到花多少时间 把我们的缓冲区的照片 通通写到照片里面 通通写到记忆卡里面 看30秒过去了 3839 40 41 42 已经比刚刚快很多啦 有没有发现 已经比刚刚快很多了 来准备咯 我准备按停咯 938 扫完后就停 停 好 他花了55秒51 四手五路的话 花了也将56秒时间 所以说我们来回到这一张卡 我们回到这一张卡 相同测试下他花了56秒的时间 56秒的时间 才能把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清完 好 这张卡我们试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个 比他又再快更多的卡 这一张卡 这张卡片 他的写入速度是每秒88Mbps 比刚刚的54Mbps 又来得更快 他的写入速度是88Mbps 公平起见 我们先格式化 让相机 记忆卡干净一点 然后呢 同时我这边按重色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准备开始拍 等他卡蛋的时候 我再按计时 好 开始计时 你看 刚刚的前一张卡是每秒54Mbps 写的蛮久的 这张卡是每秒88Mbps 就明显快很多 你们看到明显快很多 7 8 9 诶快咯 我准备安停咯 停 大概是35秒 36秒左右 大概是35秒钟 大概是35秒钟 刚刚的是 刚刚是54 56秒钟嘛 所以说这一张卡 这一张卡片 我们来比较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张卡片 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张卡片 这一张卡片 我过去点 这一张卡片 每秒钟是 这张卡片每秒钟是 54Mbps 这一张卡片是每秒钟88Mbps 他花了56秒钟 他花了36秒钟 完全写完 所以说你就知道 在写入速度上 写入速度越快的卡 在连拍的时候 恢复到你能够 重新连拍的状态下 你要等待多少时间 所以这两张卡 我们都测完了 接下来我来测了一张 跟他比较接近的 这一张卡 这一张卡是84 这一张卡是84Mbps 这一张卡是88 接近 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卡 有没有速度上 有没有接近 我们理想上 应该会比刚刚的 36秒来的慢一点点 同样的我们来先格式化记忆卡 好来 同时我的手机也带机 然后我们开始按连拍 好开始我这边开始跑 我们这边开始跑 因为这张卡是每秒84Mbps 这张卡是每秒84Mbps 所以说它的速度上 应该会比我们刚刚36秒 在慢个几秒钟应该会 在慢个几秒钟应该会 准备了 停 来38秒55 有没有发现38秒 前一个是多少 36秒 这一个是多少 38秒 所以说我们来 把这张卡退出来 把这张卡退出来 来回 来这里 来我们来看这两张 这一张卡是每秒88Mbps 写完是靠了36秒钟 这一张卡是每秒84Mbps 他花了38秒 所以38秒钟 所以38秒钟 他们之间写入速度差了4Mbps 大概差了2秒钟左右 基本上是差不多 可以说是差不多等级的 OK到这边为止 我们都是测试 来画面先回来我这里 到这边为止 我们都测试Ultra 1的卡 每秒大概都是100Mbps 接下来我们要测两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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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张卡 这两张卡就是 我也给大家这边看清楚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测两张 这两张卡 这两张卡都已经不是Ultra 1的卡 这两张卡是Ultra 2 一个是 一个是1667倍 一个是2000倍的速度 这一张卡实际的测试速度 我看一下 左手边这张卡写入速度是125Mbps 每秒钟 这一张每秒速度是146Mbps 所以我们先测这一张 看看这一张的写入速度是多少 好 一样 我们再来翻 放进我们的卡森 R5里面 并且我们开机 我们来做格式化 好 一样 我们准备来计时 预备 开始 好 好 来 你目前看到的这张卡片是每秒钟125Mbps 的写入速度 比刚刚的84Mbps 又快了三分之一 所以不意外的话 它应该二十几秒钟就停了 对 大概22秒23秒左右 没有 因为我刚刚手指不小心碰到一下 差不多 它写完速度是23秒钟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再试一次 好 开始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再试一次 停 24秒左右 24秒左右 测了两边都是24秒 所以说有没有比刚刚的这一张卡 有没有比刚刚我们的Ultra 1最快的这一张卡 这一张卡是36秒钟 这一张卡是每秒钟写入速度是88Mbps 88Mbps 它花了36秒钟 OK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这个Ultra 2的卡 每秒钟是124Mbps 125Mbps 也就是说呢 它的 这一张卡的速度比它快了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说它的速度上也比它快了三分之一 是符合比例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测试一个更快的卡 萊克莎的2000X的卡 这一张卡我们来测试一下这张卡 OK 好 越来越快咯 我们测试的卡片越来越快 好来 不错 对这边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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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一样 进到记忆卡的时候 我们先做格式化 好 我来准备计时 預備 开始 好 看它会花几秒钟呢 它又再多快了二十秒钟 大概多了六分 快了六分之一 不意外的话 应该十八秒 十九秒 应该就可以结束了 诶 超过二十秒 哦哦 刚刚是三十五秒嘛 三十六秒嘛 啊 啊 重来重来一次 我不小心按到了 我们再来一次 我不小心按到了 好 再来一次 刚刚是三十六秒 三十 刚刚大概二十四秒钟左右 刚刚大概二十四秒钟左右 咦 我没有插错卡 咦 等一下 我是不是插错卡片 没错啊 来 再重射一次 我们再一次 好 开始 好 开始 咦 挺意外的哦 三十四秒 他也是三十四秒 他也是三十四秒钟 有点意外的是 这两张卡 竟然没有差太多 这两张卡 让他对焦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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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两张卡 竟然速度上差了二十Mb 但是实际上 他们测的速度 竟然差不多 还蛮意外的 还蛮意外的 不过呢 这两张卡 已经在维持在二十 二十几秒 二十几秒钟的时间 我觉得已经算是很快了 OK 好 到这边为止 到这边为止 我已经把手上所有的SD卡 全部测一遍了 但是接下来 我来测试这一张 CF Express Type B 它的每秒速度大概是可以到790Mb左右 这一张卡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卡 这张卡片 这张卡是CF Express Type B的卡 这张 然后呢我实际上在电脑上去跑过它的实际速度 它官方宣称是可以到达800Mb 但是我实际上去跑大概可以跑到790Mb左右 已经蛮接近官方讲的800Mb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800Mb 用同样的方式来拍 大概会用多少的时间 才能把所有环中区的记忆卡 的照片全部都写进我们的记忆卡里面 好我们放进来 记得这一张是将近800Mb 大家猜看看几秒钟可以写完 我先喝一口水 大家猜看看大概几秒钟可以写完 800Mb 你们觉得几秒钟可以完全写完 都没有概念吗 没关系 我们来实际跑一遍 我们先格式化 好 来咯 我们准备咯 预备呗 开始 啊啊我没有按到 重来一遍 我没有按到 再来一次我没有按到 我又慢了一点 再一次 我又慢了 我又慢了按 慢按到 再一次因为它太快了 再一次 7秒钟 7秒钟 7秒钟都完全写完了 7秒钟 我们再试一次 800Mb的写入速度 6.78 约7秒钟的速度 就完全写完了 7秒钟 刚刚都还要20-30秒钟 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 CFExpress Type B的卡 每秒钟有800Mb写入速度 这张卡片 只要7秒钟就能够写完 7秒钟完全写完 7秒钟 完全写完 OK 好 所以说刚刚的那个记录 刚刚的记录 其实我都有在顺便在记录 在我的那个讲义里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记录 来 我们来播放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卡每秒33Mb 每秒33Mb 它花了85秒钟 这张卡每秒54Mb 花了53秒钟 这个88Mb 花了33秒钟 这个84Mb 花了37秒钟 这两张卡 差了20Mb 可是实际上我们测 大概都是24秒钟 有点意外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来看价格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价格的问题 价格 这一张209块钱 这一张209块 这个399块 这个599块 到这边为止都还算是便宜的价格 都还不算是太贵 然后这一张卡1790块钱的原因 因为它是256G 就算是这一张卡乘以2 也没1200块钱跟1790 也没有 这张卡也明显贵很多 因为这张卡读取速度94Mb 这张卡也是读取速度94Mb 反倒是这一张卡写入速度88Mb 比他快 还比他便宜 如果都是256G的话 Kingston这张卡 我是觉得我还蛮推荐的 然后呢 但是呢 你一旦从Ultra 1 跳到Ultra 2的话 你会发现 价格直接翻到3890 价格就会非常高 然后这一张卡呢 就是5990 又再多了2100块左右 OK 所以说这边我给大家一个结论是 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 你们真的只是拍拍风景 一般的拍照 不需要像我刚刚用RAW檔 又用JPG 又用连拍的话 我个人觉得买这一张卡就好 32GB才209块钱 就算你买到64GB乘以2 大概也才400块钱左右 对不对 那你干脆就买这一张卡就好 你出去外面也不见得会拍到32GB 如果会的话 你买这一张卡就好 不到400块钱 速度不但是快 读取速度快一倍 而且写入速度也快很多 大家真的买这一张卡就好 如果你只是拍照的话 可是这一张卡还能录到4K 所以说如果有录影的人 你就选这一张卡 如果不录影的人 纯粹只是一般拍风景 一般拍拍照 我觉得买大概两三百块钱 以32GB的话 买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连拍的话 你就要考虑到 是要买到 像这一张卡每秒到88MB 同样 这个是64GB 399块钱 你看Sandisk如果是128GB的话 大概乘以2 还是比这张贵 还是比这张贵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这一张卡真的CP值真的非常高 这一张卡 所以说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 399跟599 对你来说都没有差别的话 我觉得你买这张卡 是在这里面 所有卡片里面 是我最推荐的这张卡 只是呢 如果各位 你们有工作上 或是什么样的拍摄主题 像拍鸟 拍运动 拍一些会很会动的东西的话 你才去考虑到Ultra 2的卡 因为价格真的是差蛮多的 而这一张卡 竟然要5990元 速度上才 读是238 写是146 这一张卡是Ultra 2 5999块钱 读是238 写是146 但是各位 你们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我这一张 这一张卡 这一张卡 再近一点 你们可以看我这一张卡 如果你们的相机 我说如果你们的相机 有CF Express Type B的卡 这一张卡 写入800Mbps 也才官方定价8900块钱 如果你的相机 有CF Express Type B 或者是Nikon XQD的卡 这一张卡写入速度 可以到800Mbps 官方定价8900块钱 比我们这一个 比我们这一个 速度不但是它的4倍 价格也才多3000块钱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慢慢的新的相机 开始往CF Express卡 慢慢推的原因 那是因为面临到高速连拍 以及高规格的录影 他们很需要这种高速度的卡 可是毕竟这种CF Express Type 不论是A也好 或是B也好 也是这两三年的相机才会出 那我 我个人也是会这么想 如果你没有连拍的需求 你买这种 你买这 我最推荐的是 Kingston这张绿色的卡 我个人是 以我手边的卡的话 我个人是还蛮推荐这张卡的 但是呢 如果你有 你有连拍需求 你就 刚好 你又有Express Type B的卡的话 你可以考虑这张卡 这张卡是 天使鸟 Android Pro 天使鸟 算是目前市面上 以我比较过CP值里面 算是最高的一张卡 给大家再看一次 给大家再看一次 这张卡 这张卡 800mega写入速度 8900块钱 8900块钱 可是呢 这张卡算是比较特别 其他家的某些卡 容量一样是512GB 速度是它的一半 可是价格却是它的一倍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 算我找给大家看 好了 我找给大家看这张卡 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卡片 8900块钱 这张卡片 我把它抓下来 那你们能不能看到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我把它抓下来 8900块钱 但是呢 我们再找另外一张卡 我们来找另外一张卡 一样是找512GB 但是呢 我们再找另外一张卡 來 價格你們沒有看錯 價格你們沒有看錯 這一張卡是 WISE 然後呢 來看這裡 寫入最低是400Mb 有沒有 然後呢他是15900算16000 算16000 然後我手中這一張卡呢 持續寫 持續寫入是800Mb最低 然後呢這個算9000好了 然後呢 這一張卡9000塊錢 跟這一張卡16000塊錢 你們就會知道 你們在我們在選購卡片的時候 為什麼要多 這樣子你就會知道 我們在選購卡片的時候 為什麼要常去看一些國外的評測 國外的測試速度 測試報告 那是因為 CF Express 他的裡面使用的顆粒的技術 他們使用的裡面的 各項技術 真的會差很多 所以說我試過這一張以後呢 是我真的手邊 我試過這一張 真的有達到 他將近他的 最低800Mb 只是 還是回到我們使用者 使用本身 我會覺得 如果今天你本身 並沒有 連拍的需求 也不怎麼有 錄影的需求 我覺得你就直接買 直接買這一張就好 你本身沒有錄影的需求 也沒有什麼連拍的需求 我覺得買這一張就好 一直不對焦 這一張就好 Sendis Extreme 是我個人覺得 我還蠻推薦的 因為他換貨很方便 可是呢如果你有錄影的需求 又連拍的 又有一點連拍的需求的話 我會覺得就是這一張卡片 Kingston這張卡片是我目前試過 我覺得 價格跟規格上真的是 非常漂亮的一張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真的 有考慮到 CF Express卡的話 我覺得我手中這一張 以實際上我測試過 不論是在電腦上測試 或者是我在 實際連拍上測試 真的差別的非常多 還是回歸到使用者本身 所以說回到我們 最後回到我們講義的部分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在買記憶卡的時候如果你今天 沒有特別拍只是一般拍照的話 你不用去追求什麼很高速的寫入速度 對你來說並不需要 這種33Mb 對一般 對一般人來說基本上有 雖然是有一點慢 但是我覺得也夠用的 但是32209跟399基本上已經差了快一倍了 如果209跟399對你來說沒什麼差別 我是覺得直接買這一張 寫入速度會快上蠻多的 但是399跟599對你來說 好像也沒什麼差別的話 不如買這一張 我是覺得這一張會是 在我手邊的記憶卡裡面算是 CP值真的是非常高的一張 真的是CP值非常高的一張 所以說最後我們做個結論 今天我們介紹了SD 主流的SD的記憶卡 Ultra 1跟Ultra 2 它的一些規格跟它的一些 技術 同時我們也介紹 CF Express A 型 跟 B 型 它們之間的差別 然後呢最主要是這些卡不斷在發表 不斷在更新 差別的真的是寫入速度 寫入速度又分最大速度跟持續速度 我們通常在看的都是持續的速度 也就說說最低能夠提供多少速度 而不是最高它能夠給多少 這就是我們在買記憶卡的時候我自己會看的事情 然後呢這個寫入速度會直接影響到我們連拍的時候 我們要等多少時間 才能繼續下一檔連拍 對於在拍一些活動 在拍一些比賽的人來講 這個因素會占得非常非常重 但是如果你不是拍運動 也不是拍表演 也不是拍什麼 連拍的 只是單純的拍照 所謂的單純拍照 就是家人親友出遊的照片 或是拍拍風景 拍拍縮時 或是簡單的拍照 真的不需要追求大速 高速度 反而高容量 或者是便宜的 或是你首選 但是如果你要追求速度的話 可能你就要考慮到寫入速度 是實際上的寫入速度 有沒有滿足 你所需要的 當然越高速的寫入速度 價格就會越貴 特別是最近 這兩三年 所推出的相機都開始採用CF Express 不論是Type A也好 或是Type B 它的價格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換來的效果 確實是非常非常高 只是 這一個的效果 對你來說 你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一定要跟得上 這麼高速的卡 我個人是覺得 一般人真的是不大需要 只有職業工作者 在拍攝高速連拍的時候 他不需要等那麼久的時間 可以再繼續進行連拍 對他們來說才比較重要 這就是我講的連拍後的等待時間 所以說我們測了六張 我們總共測了七張記憶卡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這七張記憶卡 速度上等待時間 從最慢的85秒到最快的7秒鐘 你就知道價格 209元跟8900元的價值 就看對你來說 那一層的差別有沒有差別 OK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 我今天 未能等級 我們在這兒的電影 在這兒的電影 在這兒的電影 你會不斷 在這兒的電影